救命 救命 女孩在树林里一路狂奔 而身后又有一对男女正对她穷追不舍 在这生死时刻 她跳下了斜坡快速躲藏起来 很快那对男女也追了过来 但幸好被对着 他们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女孩 两人刚离开 女孩就立马跑了出去继续逃命 可倒霉的她还没跑多远 就被那两个人抓到 为了惩罚女孩的逃跑 为首的歹徒直接将刀子刺进了她的肚子 紧接着另一名歹徒也从身后刺了她一刀 然后前面又是一刀 被抓的还有另一名女孩 但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闺蜜流血死去 而接下来小美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 这群人正要对她实施道德的沦丧 和人性的扭曲 经过一番羞辱折磨后 女孩缓慢地站起身 但她手上偷偷拿着一块大石头 突然用力砸下歹徒老大的脑袋 然后飞快地穿过丛林 跳进不远处一片静谧的湖泊 小美凭借其出色的游泳能力 瞬间游出几十米远 就在她以为脱离魔爪的时候 歹徒老大开枪对湖面扫射 最终打穿了小美的背部 她无力地漂浮在水面 大量的血液染红了湖水 接着天空下起了瓢泊大雨 因为越野车被撞坏了 于是四人来到附近一户人家避雨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对方正是小美的父母 而这个故事还要从头讲起 小美和父母一起回老家度假 这天她告别父亲约翰和母亲大美 说要去便利店找闺蜜佩基玩 在这小美认识了男孩杰克 佩基跟她回家抽大麻 小美也鬼使神差地来到杰克家 她不知道的是杰克的家人 竟然是全程通缉的杀人犯 再不久他们都回来了 爸爸胡子哥 叔叔弗兰克和杰克的后妈 然而杰克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好 如今家里的秘密被别人撞破 他们不可能轻易放过小美和佩基 更何况看到门外小美的越野车 早想把她占为己有 弗兰克在佩基身上不安分地乱摸 然后突然甩出一把匕首 逼迫小美交出越野车的钥匙 即使得偿所愿拿到钥匙 他们仍然不愿意放过两位少女 突然佩基挣脱弗兰克的束缚 迅速跑进浴室将门反锁 佩基撕心裂肺地呼喊 却没有任何人听到她的求救 佩兰克在外面疯狂地撞击门 终于暴力冲进浴室内 抓住试图逃跑的佩基 把她脑袋重重地砸到洗手台上 很快她便晕倒失去了意识 接着立刻踩烂小美的手机 随后两人被带上越野车离开 路上小美表现得十分镇定 甚至愿意给歹徒们指路 其实暗中已经用脚触发了点烟气 在经过通往家的路口时 小美猛地将点烟气拔下来 突然就按在了杰克后妈的额头上 她因为疼痛突然奋力挣扎 一时间车里陷入了混乱 小美趁乱打开了车门 几人在车上挣扎撕扯 导致车子失控往山下横冲直撞 直到撞在一棵树前才停下 随后佩基拖着身体从车里爬出来 可刚起身就被胡子哥一拳打倒在地 而弗兰克因为受伤而愤怒 把气都撒在小美和佩基身上 杰克后妈更是因为迫向疯狂袭击小美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转了 这让佩基得到了机会逃跑 而弗兰克发现后紧紧地追着她 这一切都被树后的杰克看到 他想上前阻止却没有勇气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一幕 而杰克拒绝执行父亲的命令 胡子哥便当着他的面羞辱了小美 接着四人因夺雨来到小美家 他的父亲约翰是个医生 全然不知女儿遭遇的一切 还好心地帮弗兰克治疗他受伤的鼻子 因为信号不能呼叫拖车 大美也热情地留他们下来过夜 说家里有一栋空着的客房 所有人都在庆幸有人帮忙 只有杰克发现冰箱上的照片 意识到这里就是小美的家 此时杰克已陷入了愧疚之中 随后他故意把项链留在厨房 在夫妻俩安顿好四人后 回到自家的别墅中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两人点着手电出去查看 结果竟发现了地上奄奄一息的女儿 原来她在中枪后并没有死掉 而是拼尽全力爬回家 看着女儿这般惨状 夫妻俩焦急地为她治疗伤口 在约翰的一系列医疗操作下 小美暂时保住性命 借着妻子无意间发现了水杯旁的项链 那可是女儿随身携带的物品 而刚刚只有杰克来到了厨房喝水 很显然是她把项链放在了这里 与此同时约翰这边发现了小美腿上的血迹 她瞬间意识到了女儿遭受到过侵犯 这时大美也把她的发现告诉了约翰 女儿的遭遇绝对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听到这里约翰愤怒不已 而大美得知女儿遭受到侵犯后 更加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夫妻俩现在是白胆交集 为小美的遭遇痛心疾首 也自责他们帮助了那几个人渣 还把他们留下来过夜 想到这里 两人决定对那几个禽兽实施报复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后大美来到厨房 正当她挑选一把尖刀石 歹徒弗兰克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说他睡不着来找啤酒喝 惊恐的大美故意对他说约翰睡着了 想邀请他一起喝平82年的拉菲 弗兰克瞬间心领神会 还要求想和大美一起泡个澡 然而就在大美去准备热水时 弗兰克走出厨房却发现了惊恐一幕 那个被他们伤害的女孩竟然躺在餐桌上 两人四目相对久久反应不过来 还没等弗兰克反应过来 胸口就被刺进了一把尖刀 但这并不能伤及她的要害 大美健壮立马想逃出去 结果却被歹徒追出来按在餐桌上 危急时刻大美一脚将她踢开 随后快速爬走 幸好约翰及时出现 他拉起妻子准备好了应对歹徒的攻击 可这家伙还想去窗口求救 却被约翰赶来用力捏爆刚给他缝好的鼻子 弗兰克腾的嗷嗷大叫 为了避免惊醒其他歹徒 夫妻俩一条心 强行把他的头摁进了水池里 可这家伙求生欲极强把塞子拿了出来 约翰见状打开了水池里的绞碎机 然后把他的手压进出水口 瞬间歹徒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看他如此激动的欢呼 约翰立马捡来锤子 朝着他的脑袋来了个一锤定音 解决完他之后 夫妻二人又潜入客房 悄悄靠近熟睡中的胡子哥 谁知此时 杰克正手持枪蹲在角落里 但他表示自己毫无恶意 似乎受够了他父亲的所作所为 随后还把枪帝给了约翰 约翰拿到手枪后正打算上堂 可却惊醒了杰克的后妈 一瞬间他们一对一缠斗在一起 现场极度惨烈和混乱 而胡子哥趁机撞破窗口逃走 杰克后妈则逃进了其他房间 但他犹如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约翰和大美气势汹汹冲了进去 直接一枪将他送去了西北 而随后良心发现的杰克 也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夫妻二人 他们这才清楚女儿的遭遇 另一边胡子哥闯进了别墅 发现餐桌上的血迹衣物和死去的弗兰克 他这才知道小美是约翰的女儿 此时约翰冒着大雨也赶往别墅 他手持铁鞘四处搜寻 却发现卧室窗户被打开 以为胡子哥跳了出去追击妻子和女儿 两个男人展开激烈的搏斗 但毕竟胡子哥混迹多年杀人无数 格斗技巧自然比约翰略胜一筹 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胡子哥变态地说出凌辱小美的全过程 想折磨这个可怜的老父亲 然后用棍子抵着约翰的脖子 使出吃奶的劲紧紧掐住 直到让他窒息而晕倒 此时胡子哥正打算结果了约翰的行为 突然一把枪从背后止住了他的脑袋 胡子哥缓缓地转过头去才发现 居然是自己的儿子用枪指着他 本以为杰克不会开枪 但倒霉的是他枪里没子弹 胡子哥见儿子真的想要打死他 气得直接将铁锹插进了杰克的肚子 可下一秒大美及时赶到 他举着灭火器对准胡子哥狂喷 同时约翰也苏醒过来 两人合作对胡子哥前后夹击 终于把他打晕了过去 等胡子哥再次醒来的时候 约翰正在对面俯视着他 自己躺在一张木床上 明明没有被任何绳子捆绑 浑身上下却无法动弹 原来是约翰动手术让他高位截瘫 这就是得罪一个医生的下场 接着约翰搬来一个微波炉 把胡子哥的脑袋放了进去 随即按下按钮启动微波炉工作 几秒钟过后 胡子哥的脑袋就感到了一顿灼烧感 这一刻他想懊悔都来不及了 随着温度的攀升 他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瞬间从内炸开 约翰终于为女儿报了伤害之仇 影片的最后夫妻二人带着小美赶往医院治疗 而同行的还有幸存的杰克 虽然他身上留着恶人的血脉 但仅存的善良还是让他保留了一丝人性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虽然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如果是你 你又会怎么做呢